要去理解一个时代并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描述一个时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一个时代打给后来的人的影响 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完全看清 尤其好像《名字日本》这么多元的历史时代 要一本书就能完全理解,非常不容易 一本书读懂《名字日本》写得并不高深 用的也是一般人都能明白的清通文字 中间还有大量的图片、图表去帮助阅读 很容易就能读得完 日本史权威作者周佳荣教授很清楚流水式历史 可能会令到普通读者找不到重点 而他在传书用了《风云人物》为中心 再赋以不同的主题 以版本龙马、西乡龙胜、东乡平白狼等等 数十个人物的行事和选择 作为书写《名字时代》气息的重点 能够令人感受到《名字时代》新旧交替 《维生青年》重头做起的气势 这本书更好的是 没有忽略到譬如《复杂遇吉》、《夏木秀石》、 《中江少民》等的文化、文学、哲学人物 令读者更能理解文明开化 以及富国强兵在《名字时代》同样重视 《名字时代》是日本东亚近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 也令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大概又在之后的数十年 慢慢演变成战争和苦难 当中的高低起落 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